大家好,欢迎回到马尔代夫现实 买码都讲了,维拉还会远吗? 这个被誉为马带最低调奢化的岛屿 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传奇色彩 因为来自捷克的金融家萨美奇先生 和他的妻子经常来马尔代夫旅游 但总又觉得这里的度假村 总是缺少一些东西 于是他们就买下了这个岛屿 开始创造符合他们愿景的天堂 所以维拉一开始就是一个 为梦想而打造的岛屿 旨在提供一个超越奢化的 私人隐居之地 那么这个顶级奢化到正式的实例怎么样呢? 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剖析一下吧 开始之前还是希望大家能动的手指 先帮我点赞 你鼓励我持续对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视频 那规矩我们还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注意分析 正式开始之前还是先来看小段酒店官方视频 处理了解一下吧 感谢观看 欢迎回来 我们开始第一部分 马尔雷夫有不少私人岛屿 但只有极少数是真正有一个人拥有的 而维拉就是其中之一 这是一个完全符合岛主理念的岛屿 一个轻松舒适和完美逃离的地方 这座岛屿由捷克的著名建筑工作室 ADR的Peter Kola主导设计 维拉在当地域中是海归的意思 度假村的设计也是以海归为主体 海归壳的颜色和图案遍布了整个岛屿 而当你从上立视角俯瞰时 也能看出这个海归造型 这种现代优雅和马尔雷夫文化相融合的设计 也为客人保留了真正的隐私 按照马德的习惯分籍呢 维拉自然属于六星奢华岛屿 顶级那一档 我们来看看维拉的基本概况吧 先上我家官方概况图及小程序 9天介绍 迅速总结 2013年开业 卤络环郊 水飞上的 47间房 4间餐厅 1间酒吧 24小的私人管家 玻璃地板 高尔夫学院 儿童俱乐部 特色SPA馆 健身中心 水上活动中心等等 我这里还是迅速略过了 需要细看的朋友可以暂停了解一下 我们来看看维拉物与马代的哪个位置吧 上微信地图 go 先缩小一下 这里是马内 这里是维拉的位置 我们放大来看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圆形小岛 自然环境优越 植被很茂盛 稍单浮浅都不错 只是防烙力还是多了一点 可能还是为了保证内部海水的相对平静吧 我们再来看看周围吧 有几个无人小岛 左边这个貌似是之前文化东方的烂尾岛 现在也没人开眼 从马内过来呢 则需要45分钟的水飞 也还算方便吧 在防新方面 维拉总共有8种防新类别 不过除去双模机上防新 我们只需要了解基础的几种防新即可 因为基础防新已经非常奢华了 还是先看点阶图 可以看到维拉的房间面积 均在200平米以上 标配私人泳池 均可入住小朋友 虽说维拉是以三年底才开业的岛屿 不过它几乎每年都会关岛一段时间 进行酒店的整体维护 像今年更是从5月直接关到了9月 所以它看起来依然会是一个很新的酒店 我们先来看看位于沙滩上的别墅吧 单纹沙滩别墅其实就两种 基础的和豪华的 分别位于岛屿的这两个区域 豪华房基本上为日出朝向 从防新结构图中可以看到 豪华房除面积大一些外 主要区别就在于这个独立的客厅区域 其余部分几乎一样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豪华沙滩别墅吧 北洞沙滩别墅均坐落在一个隐蔽的花园之中 需要经过一段茂密的热带绿道才能到达 思美性极好 土地的客厅设计优雅大气 外部设有私人泳池 阳光平台 以及露天的用餐区域 提供无尽的私人放松空间 卧室则使用天然环保的材料 细节考究 悬挂式的椅子也为优雅的室内装饰增添了色彩 室内浴室则通过花园中庭 连接到一个宽敞的禅宗室室外区域 这里陪有一个浴缸和一张休闲床宽敞出室 不得不说 维拉的沙滩别墅在氛围的营造 以及细节雕琢方面非常用心 也把低调的奢华诠释的很到位 就是那种高级感 你懂的 我们再来看看水上别墅吧 和沙滩别墅一样 也分为了基础和豪华两种方形 分别位于岛屿的这两个区域 基础水上别墅为日出朝向 豪华的则为日落朝向 从防线结构图中可以看出 两者区别确实不大 当然豪华防线还是会更宽敞一些 我们还是通过视频简单了解一下吧 优雅舒适依然会是水上别墅的主要元素 精致的客厅 以及巨大的水上甲板 绝对满足你对马带水上别墅的所有幻象 宽敞的卧室依然显得是如此的高级 位于浴室中央处的圆形按摩浴缸 颜值极高 正对着则是无边的大泳池 以及宽广的碧绿海洋 我们刚刚讲的还只是基础方形 像维拉这种好岛自然少不了多的套房住宅 不过有一个蜜月专属的水中格 我还得介绍一下 这个浪漫泳池住在独立建造与海边之上 拥有私人的健身房 水疗房 以及一个设备齐全的厨房 如果有需要私人管家或厨师 随时为你服务 香港的水上甲板享有不间断的海景 和最大的隐私 毫无疑问 这就是一处极致浪漫的终极一点园 从之,维拉的房间设计理念是为游客打造另一个家 无论是家庭还是蜜月 优质的进口和当地食材 提供全球正宗的家常菜 阿伟白天是一间休闲的泳池酒吧 二楼则拥有更为宽广的海景视野 到了晚上 这里又会是一间充满活力的鸡尾酒吧 是你休闲放松的绝佳场所 浪漫的阿拉古餐厅位于海面之上 氛围极好 随着现代欧洲美食的转变 阿拉古将美食体验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东西方结合的美食 顶级的红酒香槟 再搭配上现场的钢琴演奏 还有比较更浪漫的吗 这个白色的塔瓦鲁是维拉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其秘密酒窖也位于此处 这也是马带最大的酒窖之一 掩盖了从精品酒庄到大品牌的各个领域 在这里你甚至能找到1956年的罗曼尼康底 塔瓦鲁上方还有一个传统的日式铁板烧餐厅 在享用这一经典美食的同时 这里也拥有全岛最好的试衣 迷人的印度洋美景尽收眼底 可以看出维拉的每个餐厅都特别擅长对其氛围的营造 当然如果你想在房间内或者岛上的任何位置用餐 你的私人管家也会很乐意的为你定制服务 我们再来看看维拉的自然环境吧 如你所见整个岛屿的内部泄湖环境很棒 植被也非常茂盛 沙滩又宽又摆 海浪也不大 应该是得益于岛屿外侧的那些防烂堤吧 浮潜的话 细湖外侧天然形成的岸礁生态很好 不过就需要较好的水性和体力了 或许维拉的客人大部分还是会选择出海浮潜吧 你还可以去到维拉人工种植的珊瑚苗圃 这是他们一直进行的珊瑚保育项目 无尽已经出具规模了 是一个非常棒的浮潜和潜水区域 其实就维拉岛屿的自然环境而言 在马带并不算特别出众 所以如果你对什么沙粥 拖尾沙滩浮潜有更高需求的话 周围的几个无人小岛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维拉的水疗中心位于水面之上 拥有胶运时独家的MyBlend面部和身体护理产品 为你提供真正个性化的体验 除6个隐秘的水上治疗别墅外 马尔德夫的第一间雪房也位于此处 除此之外 还有多种治疗组合供你选择 以达到身心的完美平衡 维拉宽广安静的西湖环境自然会是各类水上运动的天堂 现代的水上活动中心拥有一些最新的高科技水上玩具 多种刺激的机动项目定能让你乐此不疲 原始的卢肉环郊拥有众多的热门潜水点 物种丰富且能见度高 维拉专业的海洋生物团队 可以为你安排沉浸式的珊瑚园之旅 并发现家交类离人的海底世界 在运动和健身设施方面没有比维拉更齐全的了 这里除配备有马尔德夫唯一的室内网球场玩 还有B球场 潘岩强 以及一个最先进的科技健身房 甚至还有一个足球场 当然最值得称道的还是这个高尔夫学院 这是一个由西班牙名将奥拉扎堡设计 并有著名的特伦高尔夫管理公司管理的球场 这里有最先进的灰干模拟系统 并有机会得到高尔夫大师的一对一指导 终身受益 维拉的儿童俱乐部为4-12岁儿童提供纯享的创新乐园 其设计灵感就来自于导属的女儿 这也是马尔德夫最广泛的儿童水上公园 充满了无尽的奇迹和新的乐趣 值得一提的是维拉全年都会邀请世界各个领域的著名艺术家 并举办一系列的现场表演 特别是在一些法定节假日 整个岛屿都会沉浸在时尚而又欢乐的氛围之中 如果你对这些艺术表演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到维拉官网查看未来的表演日期 以方便安排自己的行程 维拉的价格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看小厨艺上面给出的参考价格吧 没有任何意外对吧 价格呢自然是很高的 按照大碗里的台词来讲就是 你比钱贵还不打轴 开个玩笑 不过维拉确实活动很少 一般全年只会有一个提前预定优惠 折客很有限 不过目前全年适用的12岁以下 小孩和父母同住持住免费的活动 对于家庭游客而言算是一个小小的安慰吧 毕竟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 维拉全道的房间并不多 所以完全不会为销量而发售 难免会相对韧性一点吧 总的来讲和白马类似 维拉在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 在马尔来夫如此内卷的今天 她依然位于第一梯队 较好的自然环境 优雅高级的房间 极致的餐饮体验 贬捷的交通 不得不说 维拉在马德的顶收酒店中 依然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只是价格嘛 确实有一点点高 好了 维拉的内容基本上都在这里了 希望在选导方面对大家会有所帮助吧 之前有去过维拉的土豪朋友 也希望你能把一些真实的体验 分享给了大家 在视频下方留言吧 这对我们未来的选导会非常重要 记得我们的终止 做自己的马德专家 喜不喜欢 自己说了算 我是屁叔 我们下期见 拜拜